安徽省吴湖市档案馆工作人员于近日多次前往成龙老家吴湖市九江区沈象镇房桥村寻访 找到了房家宗亲收藏的一套立阳房市宗谱 宗谱记载了成龙的祖先居然是唐朝著名宰相房全林 据悉今年八月底成龙首次回安徽老家任祖归宗的新闻备受社会关注 成龙回乡任祖归宗也让更多人知道他的老家原来就在安徽吴湖 据了解立阳房市宗谱修成于秦家姓鬼汉炎即公元1803年 此后经多次修订现在看到的是1992年新修订的本子 宗谱总共有八卷 原来在二十多年前在修订这本家谱时 成龙和其儿子房祖宁的姓名就已赫然在列 在这本房市宗谱上记载的最早时所为山东林姿的房延签 也就是唐代宰相房玄林的父亲房玄林之后及子孙房道林迁居养州 至名代处房家才定居现在的吴湖市牛江区沈象镇 房家自明朝初年迁居沈象镇以来六百多年一直生活遇刺 成龙父亲房道龙就是从沈象房桥村走出去辗转去了香港谋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